各位老友 我是月主月好 大家好 開學啦 生活節奏又要回復正常 每晚買菜 家裡吃飯是常識吧 有些家庭中午飯都會煮的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個 人人喜歡很簡單 幾時都適合吃的 瓜粒湯飯 現在我們一起做吧 我是月主月好 大家好 大家看到我這個擺設 大家猜不猜到吃什麼呢 有一條聖乖道 即是絲瓜 今天就煮瓜粒湯飯 其實瓜粒湯飯呢 其實雪櫃有什麼料 就拿什麼料出來煮就可以了 買了一條絲瓜 聖乖 四蚊雞 八蚊斤 這條四蚊 我就打算做吧 我家裡有這些乾瑤柱 首先用水洗一下 然後用蝦乾 我放四粒 重皮 四百多元一斤 四百八十元一斤 蝦乾是上次買的 放一些 百多元一包 放幾條 比較好吃 然後用冬菇仔 這些也是在深水埗買的 有大粒就用大粒切粒 沒有大粒用小粒 這些水不要了 買了瘦肉 這塊瘦肉14元 算了 貴一點也要 待會洗乾淨就可以了 另外呢 要放一些急凍蝦 以及急凍蜆肉 這些我有貨的 我包包 放一堆 幾隻都可以了 先解凍 另外呢 我要放一塊果皮 因為這個瓜粒湯飯 基本上呢 別人的陳皮鴨腿湯飯 但是陳皮鴨腿呢 鴨腿就不是經常買到的 一樣要放一塊陳皮 也是浸一浸就可以了 浸一浸一洗 全部都洗 材料就是這樣 拿一塊薑 切一點絲就可以了 今天我兩個 吃一個膠麥米 半茶匙的雞粉 因為沒有味道 然後加一點生粉 然後加一點胡椒粉 一條絲瓜 材料就是這麼多 很簡單 米就要說了 最好是用油尖米 每逢是米 如何為之好 以我吃了幾十年米 兩頭尖那些 幼幼細細的那些 就為之好 有很多時候 現在買米 突然有四十多元 五公斤那些 你不用理會 你最要看看米 究竟是否尖 很軟 很瘦 有些肥肥軟 煮出來軟軟軟 不好吃 反而這些 就會好些 一時時的 今天買這一包 下個月買這一包 已經不同了 所以都是見貨買貨 好 馬上做給大家看 好 我們開始醃了 剛才不是有少許薑 先放少許 先放少許 不用太多 放少許 每邊就放幾粒 讓它醃 就可以了 胡椒粉 少許就可以了 讓它煮一煮 好 接著就是雞粉 油我都不放了 今天是清淡的 這裏 半個膠匙而已 先放少許 醃肉 讓它有少許味 其實味道 就是靠湯味 生粉 不斷 拌一拌 就可以了 不用太多 OK 現在就這樣乾了 不放油 因為湯 我不想它肥 其實有很多朋友 都會放少許油 我都不放 讓它有少許味 就行了 好 一樣 這邊 讓它的蜆肉 蝦有少許味道 而且胡椒粉 就能把它 披掉的 雪味 腥味 好 蝦乾用清水 浸了它之後 就這樣洗 放回去 尿柱 你看到它的味道 都還沒出來 就這樣洗 沖一沖 放回去 對 接著 這些冬菇仔 它比較髒 我們就這樣 把水 浸軟了之後 我們現在就把生粉 放少許生粉 放少許生粉 就行了 不斷擦一擦 這些是最最後的 讓它擦一擦 擦一擦 擦一擦 只擦一擦 冬菇不同 有些大韓國冬菇 就不用做這個程序 這些冬菇仔 就要了 比較髒 洗一洗 不斷擦 然後沖乾淨 這些冬菇仔 其實冬菇味 很濃郁 要拿乾淨 要拿乾 把汁都乾淨 把汁都出來了 好 放回去 這三樣東西 現在 就 倒一些 六七十度的水 浸開 這些水 是要回來做湯 大家要記住 尤其是冬菇 這樣才夠香 好 現在處理第二個程序 這個要回去,放進湯裡煮就可以了 這個是完西頭 OK,那就預備好了 有什麼未預備好了 就是這條絲瓜了 好了,現在處理這條絲瓜了 這條絲瓜都洗乾淨了 那我們就開始切了 這些頭尾的可以不要的 一膠殼的油脂米洗乾淨了 瀝乾水了 我們這次因為刮一粒湯飯 湯飯的關題 就要把米煮硬一點 那我一湯一個膠殼的米 就拿回一個膠殼的水就可以了 基本上,每一隻米都不同 我們這隻就 一個膠殼的米,一個膠殼的水 正常的煮飯就可以了 好,煮到這麼久就可以做個湯了 好了,飯煮好 我們過來這邊煮個瓜粒湯了 好了,現在開始煮瓜粒湯了 首先,剛才浸了冬菇 洗過了,冬菇水要用的 就倒進去 然後,我們就把這些瑤柱 浸過的瑤柱水都倒進去 你要自己預料一下 多少湯了 你的飯碗 果皮 加些果皮 加些果皮 香很多 然後,我們交自己適量的水 我大約是一湯碗 所以,我現在先煮一煮 其他東西,就是薑 倒進去 讓它有些薑味 其他的瓜 肉 蝦乾 這些全部不用管 好,讓它煮一煮 好,按一下乾 讓它煮滾了 讓冬菇要軟一點 好 稍後再跟大家說 好了 滾了一會 哇,那些瑤柱冬菇香味 很濃郁 差不多了 快好了 把瘦肉放進去 滾就可以了 現在就把瑤柱一粒粒 待會會散 蝦乾 倒入蝦乾的水 是真的 蝦乾待會 因為不想它太過軟 蝦乾就行了 好,瓜也倒進去 哇,多漂亮 好 接著就讓它又滾一滾 現在滾起了 就立刻加蝦 蜆肉 蝦乾就可以了 好,我們過來這邊煮飯了 好,又滾了一會 好香好香 還剩下一點雞粉 加一點雞粉 加蝦和蜆肉 哇,很豐富 這個都可以了 蝦乾 好,一滾起就拿過來倒 我已經飯都不好了 OK 讓它滾起了 好,滾起了 滾起代表什麼 代表蝦 代表蝦 帶子都可以了 這些蝦乾有口感 好,拿過來這邊 拿過來這邊 先把飯一碗 現在倒入湯就可以了 好簡單 這是瓜粒湯飯 自己要吃多少湯飯 哇,好棒 這些全部新鮮 好棒 又有果皮 湯味 我們兩個就夠了 好 OK 這個簡直是一品湯飯 這個瓜粒湯飯 真的很簡單 這些蝦乾 最後下去 淋一淋 有口感 好像咬得很棒 冬菇滾了一陣就很棒 夠軟 這些冬菇仔好一點 如果用大冬菇 就要切粒 蝦雪藏蝦 這些蝦蝦 這個瑤柱最名貴 這四顆瑤柱都 二十多三十元 好貴 冬菇 冬菇仔 肉粒有就放 沒有就不放 又是很簡單 非常之容易 胡椒粉可以放少許 放少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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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放少許 不喜歡放就不放 現在 其實這個就一流了 喜歡放少許 芫荽下去 嘩 怎麼醉 嘩 好棒 馬上香 不放都可以 其實 很棒 放少許 放少許 放一邊 好香 這個是 瓜粒湯飯 夏天就最好了 什麼都有 希望大家都試一下 這個瓜粒湯飯 如果大家都覺得好看 請多點幫我分享 給其他朋友看 多謝大家訂閱 愈 愈煮愈好 各位老友 我是愈煮愈好 大家好 今天假日 不如我們做沙律吃吧 大家是不是很久都沒有做過沙律呢 這次我們用新鮮的水果 加上大蝦 做一個鮮果大蝦沙律 讓家人開開心心 一起度過這個假期